我的教学主要的哲学呢 就是我觉得一个让学生觉得能够放松的环境 给他们一个能够放松的环境来学语言是最重要的 因为如果你很紧张 想象你自己在学英文或学别的语言的时候 你很紧张你肯定是说不出来 你可能会记得几个背下来的句子 可是你要跟别人交谈的时候呢 是相当困难的 那我是怎么利用这个想法 就贯穿在我教学的这个课这个路程里头呢 就是在两年以前 我就是有个机会去参加一个工作坊 它的那个英文的名字叫做responsive classroom 就是回应式课堂教学法 它主要的是一个教育法 它并不是一个教学法 所以呢它主要的对象是 这个所谓的美国的这个K to 12 就是从幼稚园到高中12年级 主要的目的就是就是把这个小孩子 他们这种在这个上课的行为上的这些不好的地方去掉 因为你把这些缺点去掉以后 学生能够更专心的学习 可是在大学你不需要用这种方式 可是它其中有一些很好的这个怎么讲策略呢 我觉得是非常适用于这个大学教学的 比如说有一个地方他们叫做建立一个社群 就是让学生进入这个教室里头 他觉得非常安全非常放松 然后很能够自然的用这个中文来交谈 我可以给一个一个例子 就是说我怎么实用的实用这个例子 比如说一开始第一堂课的时候 这些华裔的学生呢他们本来就会说中文 可是呢他们常常跟我说老师我的中文不好 我的发音不好 我不敢跟别人说 我只敢跟我爸爸妈妈说 所以并不是说他们有这个语言能力 他就能够表现出来 所以呢我开始 我想每一个语言老师在第一堂课的时候 都要求学生自我介绍 所以我也做同样的自我介绍 可是呢我把它变成一个不是只是第一堂课做 而是一个规律性的东西 每每堂课我大概花 上新课之前花五到十分钟让学生做这个活动 一开始的时候 我会让学生每个人把他的名字写在一张卡片上头 然后放在教室的中间 然后我呢会先开始 所以学生知道我对他的要求是什么样 所以这个所谓的modeling 这个建立一个这个模式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有的时候你给一个说明学生不见得懂 你要他们做什么 所以呢我就会问说 我抽到一张名字 他可能叫做林小明 然后我说林小明你好 你今天怎么样 有几堂课 昨天晚上怎么样 他会回答我 回答我这些问题之后 然后我就跟其他的学生说 看到老师做什么了吗 下面也是轮着你们 你们来抽一个名字去跟你的同学 就是等于说打个招呼 这样的话 所以他们这样的形式呢 下去的话 大概过了两个星期之后呢 他们就能够认识所有的同学 然后呢在这个交谈之中呢 有的时候我会起 就怎么讲去取一两个学生做例子 我会说 林小明昨天晚上很晚才睡 你们想知道为什么吗 你们可以问他问题 所以由学生来发问 然后由林小明来回答 就是一个很自然的这种交流 而不是说 要用什么特别的句 要用什么特别的词汇 去问这个 因为他是问他生活上的事情 学生最会说的就是他们生活上的事情 那我有一个学生呢 就就他刚开始就很不愿意说 可是我觉得到后来他也变成了一个习惯 然后我越来就是也加深 有的时候我要他们谈他们昨天的功课 比如说我要他们写一个什么什么样的家庭 他们可以选西班牙人的家庭 意大利人的家庭 或日本人的家庭都可以 然后我要他们上课的时候 说一说他们写什么 因为一般来说他们写作文是给老师看的 他并不知道同学在写什么 所以让他们说出来 就是说他们比如说我写了日本人的家庭 稍微说一下日本人家庭有什么特别 然后呢我再选两个同学说 哦这个人写了这个挪威人的家庭 跟你们都很不一样 你们可以问问他 所以学生呢就很自然的说 你为什么选 你是不是认识什么挪威人 就问了很多很多这种问题 都是很自然的一种沟通 这是就是 你可以每天加一点这些东西进去 就是把他们能够说的东西范围扩大 那有一个学生呢 就是在感恩节之后很兴奋的跑来告诉我 说他的中文进步了很多 因为他到他一个叔叔家 他叔叔一句英文都不会说 九月份的时候他见他的叔叔 他们不能沟通 后来呢感恩节他家太远了 他就去他叔叔家过感恩节 然后他他回来以后跟我说 他整个感恩节都跟他叔叔在用中文交流 他叔叔说他的中文进步很多很多 他跑来告诉我说 老师才两个月我中文进步了好多 我叔叔都吓一跳 我们可以说好多 然后他就非常兴奋 所以我就知道这个方式是 就是怎么讲 在学生的身上我看到了一个成效 好多了 也不许一定要 但我看下来的 当你一个人 如果那是一个人